印度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月6日下午2点左右,在位于印度重要城市班加罗尔的印度科技学院内的一个实验室发生了爆炸,据了解这间实验室是印度国内最为重要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研究实验室,而据现场的一名教授称,爆炸当时该实验室正在进行科学实验,有多名技术人员在场,在试验过程中突发意外,导致整个实验室发生爆炸。 据目前印度媒体已经公布的消息,爆炸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导致实验室内的一名高级工程师被弹出数米直接身亡,而实验室中的其他技术人员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据了解,这间实验室是由印度科学研究院牵头组建的一个,主要负责研究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实验基地,主要负责为印度军队研制新型高超音速飞行器。 而据知情人士爆料,爆炸当天,科研人员正在该实验室内模拟高超音速武器冲击波的模拟实验,但谁也没想到意外地发生了如此恶性的爆炸事故。 作为印度最为重要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实验室,这场事故将导致印度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陷入停滞,这对于印度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随着世界各国的防空防御系统的不断完善,现有导弹已经很难突破大国的防空网,而在这种情况下,高超音速武器开始登上军事舞台。 根据目前国际定义,高超音速的最低飞行速度都要达到6马赫,而美国、中国、俄罗斯目前在言或是非的高超音速武器速度甚至超过了10马赫,相对普通导弹1到2马赫的飞行速度,各国现有的防空网几乎无法拦截,因此世界主要大国都在致力于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 目前在高超音速领域,中、美,而属于第一梯队,其中美国作为掀起高超音速武器大旗的先导者,已经引发了包括X51A、HTVR、AHW等多款高超音速武器,不过由于技术以及资金方面的问题,美国的这些项目都还停留在试验阶段。 可以说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级,除了美国,俄罗斯在高超音速领域同样具备非常雄厚的基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就展开过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而俄罗斯则继承了这些研究成果。 在今年年初,俄罗斯普京公开公布了俄罗斯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匕首,这种导弹最高可实现10马赫的飞行速度,而在今年5月份的红场阅兵是上俄空军的米格31超音速截击机携带着匕首飞过红场上空,这标志着匕首已经正式服役,这也是目前第一款公开投入现役的高超音速武器。 相对美额,我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究领域的基础最差,但经过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我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究方面呈现后来居上知识。 早前,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过去10年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究领域的投资远超美国,而其高超音速武器的是非次数更是美国的20倍。 而今年8月份,在我国西北上空更是连续出现四道神秘宏光,对此由美国媒体专家认为这是中国高超音速武器试射留下的伪记。 而有着世界强国梦的印度自然不甘落后,近几年印度不断加大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制领域的投入,其研制的HSTPV。 高超音速技术验证飞行器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地面模拟试验。 根据印度公开的资料显示,这款飞行器可实现6马赫的飞行速度,不过此次试验时爆炸事件极有可能会导致HSTPV,研制进度的推迟,拉大印度与中美俄的差距。 近日,在日本国内举办一次国际航展上,一款由波音公司专门为日本改编的F-15,在众多的机型中脱颖而出,赚足日本民众的眼球。 尤其是这款模改版的F-15的介绍内容上写道,这款日本空自的F-15战机,能够挂载18枚空空导弹,对外号称全球最强火力,不仅口浩喊的震天响。 日本民众心中更是把这款模改版的F-15直接比肩于中国最先进战机之一的肩负20。 众所周知,日本自从拥有空中自卫队以后,就一直在追赶中国空军的脚步。 在此以前,日本空自装备约200多架大部分在自己国内进行改装生产的F-15,持有一些部分数量的F-15是日本进口的,但是这些已经服役多十个战机,当下无论是战机的机灵,还是其作战能力都已经不如中国空军的肩负11以及肩负16本机型了。 日本政府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弥补这一差距,日本方面则一边直接进口美国先进战机F-35作为补充,一边对自身的F-15进行改进,追赶中国空军的步伐。 据波音公司的有关介绍,在日本国内航展进行展示的这款改装过后的F-15战机,可以一次直接挂载多达18枚A米20型的中程空空导弹。 在理论上是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强火力的机种之一,但这是理论上的,如果具体放到实战当中,这款战机的战力又能达到几成,我们目前不得而知。 同时为这款战机制定的战术也是极有意思的,日本方面为了发挥这款战机最大的优势,火力强劲,他们安排拥有极佳隐身性能的F-35战机作为该机的预警机,让F-35冲在前面。 当F-35发现目标后,将敌机有关数据信息传回给后方弹命魔改后的F-15,这款战机随即发射中程空空导弹,交由前方的F-35引导指挥导弹去攻击敌方战机,以此来完成作战任务,这看似脑洞大开和行之有效的战术安排,但是经不起仔细推敲和检验。 首先在空战的复杂电子环境中,这样多次的信息传递和导弹交替指挥,难免不出乱子导致成功率降低。 其次如果对方战机中国的肩负-20,日本空字这样的战术安排无异于自投死路,恰恰正中肩负-20战机的下怀。 因为肩负-20常规装备两种导弹,一种是专门攻击敌方空中加油,预警机的P-15导弹,这种导弹的有效射程较远,另一种是专门参与空中近距离空中格斗的P-10导弹。 按照日方的战术安排,首先与肩负-20相接的F-35估计还没有发挥出自己侦察机的作用就已经被击落了,接下来日方改装过后F-15将会与肩负-20短钉相接,这样以来就算号称全球最强火力的魔改F-15,也难有用武之地。 因为别忘了它装载的是A-20终成空空导弹,在近距离的空战发挥不出它的威力,反而将自己暴露在P-10的最佳攻击范围内,并且大量的弹药挂载会加大自身的重量,降低战机空中灵活度,从而在近距离空战中显得十分笨重。 在面对肩负-20这样的空战优势击种,它的命运令人堪忧。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空军就开始了从国土防御形象攻防兼背形的转变,各种各样的新式战机层出不穷。 可以说,在这期间中国的战机制造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肩负-20等先进战机的出现,也预示着中国正在向着空中大国迈进。 但科技总是在向前进步的,如果你跟不上脚步,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最近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再次传出好消息,未来飞机在遭遇强气流后产生猛烈烟薄的情况,将成为历史。 中航科工三院完成了一项技术突破,向着航空也难以突破的事故发起了冲击。 我们知道,所谓的阵风载荷是大气扰动的客观存在,其存在风切变,连续型阵风和离散型阵风等多种形式。 受此影响,飞机在飞行时一出现疲劳,甚至是机构破坏等问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肩负20。在近日,中航科工三院在我国河北完成了国内首次模拟阵风环境下的主动减缓飞行试验,实现了阵风响应降低20%的良好效果,验证了主动控制技术的有效性,对飞机操控的稳定性有着极大的改善。 换句话说,就是未来我国的飞机的操控稳定性,将可能由此提升20%,据中航科工三院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试验改善了飞机操控稳定性等品质,也使机舰结构的寿命得到了延长。 未来此项技术还将进一步发展,在飞行器增大航程,减小淹博,提高控制能力等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所谓的主动控制技术,是一种由美国率先提出的飞机设计和控制技术,它可以充分发挥飞行控制系统的潜力。 而F-16就是世界上第一架采用主动控制思想设计的飞机,一般应用了这种技术的战机,都具备相对更大航程,更稳定的操控,更低的制造,维护成本等优势。 有意思的是,通过资料我们了解到,实际上早在1999年,成飞就对主动控制技术在战斗机领域的应用及其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 可见这种主动控制技术我国早已开始研究应用,甚至肩负-20在设计制造中应用的这项技术也不无可能。 肩负-20 在11月份,珠海航展的闭幕式上,肩负-20以多个动作展示了其高超的性能和强大的打击能力。 尽管杨伟总是事事后采访中透露出,对肩负-23个突出优势无法展示的遗憾,但我们通过闭幕式上肩负-20做出的机动动作也能知道,肩负-20的操控性非常棒。 此次中航科工三院完成了模拟阵风环境下的飞行试验,也就意味着,未来我国设计、制造的军用、民用飞行器,在阵风中,